本土 民主 反共 普羅政治 民生起義 My Radio 2016 各位觀眾 新年快樂 恭祝大家後年進步 踏入2016年 其實大家會見到 香港出現了經濟和政治 兩方面都有大的動盪 My Radio在這個時候 更加需要大家的支持 有大家的持續支持 我們才可以繼續營運下去 所以請大家 持續支持My Radio的節目 月費計劃 立刻上My 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 揀穿你心目中的節目 My Radio同仁 感謝各位過去一年的支持 祝大家後年平安快樂 豐富美食 費用全面 玉敏台獎 一眾主持 同場輕賀 報名請電 2467 3088 建國營集班 主持 鄭松泰 根文芝 主持 鄭松泰 回來第二節見國營集班 先講講事務 因為接下來這個星期日 就是My Radio的團拜 新春團拜 過往其實團拜是一場做的 但由於現在就厲害了 又多人了 多謝大家支持 所以這個星期日 這個團拜的時間 會有兩場 一場是兩點鐘 一場是五點鐘 但同時 因為這個星期日的下午 六號 梁天琦 他會在這個大埔 有一個造勢大會 所以我們都希望 如果你是My Radio的聽眾 或是支持者 那你來到 來完這個團拜之後 就去新東翁幫忙 來到團拜 一起去大埔 我沒有叫錯 禮拜日是大埔 禮拜六 晚上的六點至八點 就是沙田的大會堂 就有一個造勢大會 那當然 具體的詳情 你們自己留意 楊天琦 她的page 公佈 或者你可以留意熱血時報 因為現在 據我暫時所知 就是 黃洋達好像星期六 都要去站台 我們當然會出現 也會出席 而另外的就是 現在 譬如你是My Radio的聽眾 你都如果想 其實不是想 我們希望 你可以的 譬如這段時間 你是有空一點 你可以幫忙做到街站 和你可以出來 幫忙去助選 你可以留意 《月血時報》的page 《本文前》的page 看看每一天 街站的地點和時間公佈 大家自己穿著藍色衣服 就可以了 我的藍色衣服 好像可以在外面 另一件事 就是如果 你怕自己 譬如不懂得找 你可以去 李正熙的facebook page PM 李正熙 因為李正熙 就是會負責 那個人手和站的安排 跟本文前的溝通 如何不會撞站 如何安排 等等 希望大家能夠多多支持 因為坦白說 自從年初一的旺角大戰之後 這個新東補選 對我來說 特別是今天開始 開始會有一個照耀鏡 即是那些鬼五馬六 那些古靈精怪的 所謂的民主派的人士 那些嘴唸 一貫的做法 一陣子的警察都會很深入講 我基本上說幾句 我根本從頭到尾 他們可以自己嚇自己 如果你細心去分析 一、二年的數據 其實泛民票數是足夠的 只是泛民的標準 是夠令楊岳橋當選 那些人會怕什麼 最慘的一件事 就是泛民的陣營裡面 就是你所說的 民主黨、公民黨、人民力量、社民連 以及新民主同盟 工黨 我當人力、新民主同盟是半決的票員 這些加起來一定會贏硬 你要記得建制派那邊 有方角山 還有自由黨那些人未必會投回土共 但未必會投回民建聯 其實是穩陣的 穩陣的 你說泛民的票員流失去本土派 只有一種理由 是他們對你們這些人絕望 對泛民的厭惡 對 你偏偏做了一些令人更加厭惡的事 其實你是自己挖走自己的票員 一直他們的做法都是這樣 其實你們這次的 campaign 低調 你用回台灣隊做的方法 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阻礙你尊重選民的決策 你講這些這麼 fair 的說法就沒事了 但我覺得反而有一樣東西 在過程中 你說雖然這些 例如舉例 范國威去表態 不如說支持楊岳橋 這些會很坦白說 如果你是的話 其實你在沙田裡 有十幾個區議員 你吹票 都不用人家在那裡 其實發賣今次這樣搞下去 分分鐘他們九月會帶崩壞 對我來說 我看到他們是一個所謂崩壞的前 前奏 就是我自己會覺得 反而其實他們自己在裡面 可能是國懷鬼胎 你那個國懷鬼胎的情況 是說什麼 嘩嘩嘩大家支持楊岳橋 但反過來 幸不得 其實如果 如果湯家驊拿不到 跌了出來的時候 接下來九月的立法會選舉 新東就大家 因為新東公民黨的票員 其實不多穩陣 沒錯 那些票是可以留在其他黨 是 借刀殺人 可能是 借刀殺人 所以你說 坦白說 政治就是這樣的 你不會覺得 你這些一定是永遠的盟友 裡面究竟如何過為跪胎 再加上 凡民本身有這些傾向 我覺得不排除的 就是在裡面 其實大家都 怎麼說呢 好像又拿回那些事情 但實際上 大家都是 有些吃花生的感覺 是 但是怎麼說都好 在我們自己的立場裡面 是很清晰的 你站在抗爭者的一方 你就頭六號 梁天琦 整件事情 說完 你說站在本土 諸如此類 這些都很麻煩 什麼本土 新聞主動物都說自己是本土 是啊 但是問題是 他會是托灰和出賣抗爭者 這幫人有一個傾向 所以對我來說 最重要 會割蓆 一起割蓆 鬥法割蓆 如果是這樣的話 整件事就是清晰的 只要是你會認為 年初一那天 是黑警開槍 官迫民反 需要站在抗爭者一方 而你支持改變力量 一個你會覺得 帶來改變的力量的話 你就投入梁天琦 就是這樣 沒什麼可以說 但是 都是 說回來 但是在這件事上 我們今晚 都是在說韓國 因為近日 似乎以後未盡 今天有個網友 是想我們說 金大中人金榮三 誰知道現在大劑 只是說 安從根已經說了一節 然後這一節 有機會 都還未說到他們兩個 不要說他們兩個 先留下節 我們不如說金狗 金狗和李成晚 上次我們略略提過 但故事其實有很多關於事 我們是跳過 沒有說到的 出第二幅圖 這就是西大門營務所旁邊 其實那處的地方 整個統稱叫做西大門獨立公園 西大門獨立公園 上次我不懂得讀韓文 西大門獨立公園 有一個叫三一獨立宣言雕像 紀念塔 另外有一個整個 有一個韓國獨立運動的紀念碑 有一個獨立公園 還有最後有一個 好像迷你把海船門的建築 一個獨立公園 然後全部都在一起 但我只推出這張照片 就是三一運動 其實木記憶宗 動文說五四運動 都好像略略說過這件事 這件事其實未有五四運動之前 就有三一運動 其實都是1919年發生的 亦跟巴黎和會有關 當年威爾遜說了民族自決論 其實是開了一個半多拉合詞 其實這個我覺得有點諷刺 我懷疑其實威爾遜心裏 說民族自決這件事 他是說中歐那些 被列強瓜分的網國那些 尤其是波蘭 尤其是波蘭想幫他復國 或者捷克幫他復國 總之是中歐的核心 就是那些白人的網國 幫他復國 誰知那些第三世界地區的人 聽到這個民族自決概念 非常之振奮 起來就實行這個新文化運動 之後最重要是獨立宣言 開始大家讚賞 紛紛走出來讚賞獨立宣言 三一運動就是很多韓國人走上街 其實開頭是和平示威 但是他那次出來上街 即是那次在京城上街之後 是直接做了一個獨立宣言 已經當作是de facto一個建國 雖然他未實際上見到國 但是他寫了一個獨立宣言出來 其實那一刻都是比較有趣的 因為坦白說 當時那個局勢 其實都叫做 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大韓帝國 但是同時你一看到 實際上已經吞併了 實際上已經吞併了 但是他不是完全在韓國裏面 其實李時和朝的黃西人員 仍是保持著 仍是保持著 但是那一刻 究竟你是用什麼政制 你用什麼方法 在管治朝鮮半島 而這件事其中一個導火戰 就是那個王國的王大高宗 突然急病暴斃 李時王朝追過 而韓國人就覺得這件事是有古怪 有人說有個說法是落毒 好像霍元甲一樣 但是1919年又是這麼有趣 就是出現了這個三國運動 規模就很大 其實大過五四運動很多 而日本是派兵開槍鎮壓 也觸發了很多零零星星的武裝起義 零零星星的武裝起義 在各地 而這件事其實是影響了五四運動 中國是有留意到這件事 為何影響了五四運動 其實是因為韓國那群人著草 在三月發生著 也有一群人走過來 就是那群人著草 而那群人是 多數去了上海法租界 製造了一個流亡政府 叫做大韓民國臨政府 其實有趣地上年有出韓片 暑假時有出韓片 叫做復國寺聯盟 就是講這件事 是嗎?我沒有看過 其實我也沒有看 復國寺聯盟 我沒看過 但這三國運動就是 一個叫做韓國獨立宣言之詞 亦都是因為這樣有人去評價 在當中其中一個重要人物 就是金狗 但其實開頭的臨時政府 他們先推舉了李成晚 是 但我想說金狗 因為在這事件上 被人認為他是一個韓國國府 其實這是後來的事 後來的追風 但都跟這個事件有關 但臨時政府開頭是先給李成晚 李成晚很早已經去了美國留學讀書 因為他懂英文 對 因為他懂英文 還有 其實我要叫他一聲學長 他讀B.A. 是我同一間學校 你讀哪一間學校 George Washington 哦 原來是校友 後來他的M.A. 在哈佛 然後PhD在普洋斯頓 然後在Princeton回來後就做PhD 但有趣的是他們的臨時政府推了李成晚做總統 但李成晚這傢伙是超級離地的 他是相信海外鬥爭的 但他相信到他這個是覺得 只是搞定那些列強 就肯幫我們復國就搞定了 他是中產階級的 他是離地到完全拒絕去上海那裏行職務 結果1925年終於留下臨時政府 那班人頂他不相信 就通過了彈劾他 彈劾他就說他沒有回來 所以上一集我講的不是很正確 根本他沒有去上海 他接著在美國就另起勞組 做了另一個流氓政府 所以同一時間 1925年的時候 在韓國就叫做找另一個 就是找另一個 剪轉監渣後來 金狗就變成上海的流氓政府 的頭 的頭 李成晚就在美國 但即使你去到 其實在上海那邊 都會有路線之爭 所以上海那邊有路線之爭 但最少金狗和李成晚這兩個人 就是決定了後會 各行各學佬 對了 各行各佬 還有講到他們內部分歧 其實有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李成晚是一個 他是信基督新教的 其實剛才都說了一件事 安松根其實是天主教徒 是天主教徒 就是 韓國的耶教和香港的耶教是完全不一樣的 香港的耶教是堅定不移 站在比亞迫者的那邊 從開始到最後 還有韓國的耶教徒 其實在日本殖民時代 你做一個天主教或者是一個新教徒 是一種反抗來的 日本是一直迫韓教會 去到軍國主義的時代 甚至是要迫教徒去拜神社 當然那些教徒當然是誓死反對 甚至去到一個地步 就是現在韓國的一群的耶教徒 都依然有這種傳統 對於所謂 其實他不是叫解放 但最少對於那個專制壓迫 譬如是王權政權的壓迫 他們是有一個很傾向的趨勢 就是這一群的耶教徒 會上街 以及會到處放火 耶教徒 耶教徒作為放火 到現在仍然是這樣 這個其實一直以來都是用這個脈絡 但我想補充 近來有提到一件事 就是因為金狗和李承曼 他們兩個 一個在 都要說回李承曼 他是一個紀錄新教徒 他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你在三一運動那個時代 其實剛剛韓國革命不久 等於那時五地運動一樣 很多知識分子會覺得 共產主義是一個新的出路 但是李承曼 又是由第一天都不相信共產主義 他是企硬反共理人 他覺得是完全不可以跟蘇聯合作的 但是在上海的流亡政府 覺得是應該要跟蘇聯做某種程度 所以我剛才想說出一點 就是你剛才這個片段就是 其實怎麼會引進去後來 整個朝鮮半島中間的分別 其實中間就是劃分南北韓 就是跟他們兩條有關 有間接關係 有間接的關係 即不是很直接的關係 但是 金狗就比較 其實他就是 站硬得那條位就是民族主義那裡 他覺得是可以跟左派合作 但他自己就不是左派來的 後來這個上海的流亡政府 是分了另一個路線分歧出來 金狗就多了一個Rifle叫金元鳳 金元鳳就簡直是覺得 應該是要聯絡用功 關於金狗 他在那個特別韓國獨立思想上面 他強調 尤其強調韓國民族的民族性 以及民族團結 其實他在他本書裡面 是寫得很清楚的 那本書叫做百凡日治 也有些人會叫做百凡先生 他這本書其實是記錄了 他裡面一些 尤其是對於韓國獨立的民權的意識 一些理論 我其實是找一找過一些 叫做 勉強找一些中文的文章 有一些說法 其實他有提到的 就是說 阿金狗他是嘗試把西方的民主主義 和那個 譬如是自治獨立論 主體統一 這些說法 建基於在那個韓國的民族性上面 所以有一個看法 尤其是他的那篇文章 叫做我的願望 有那篇文章 我的願望 就是在那個百凡日治裡面的一篇文章 那個我的願望 其實類似什麼 就是有些類似這個 孟德拉的 孟德拉的自序 裡面其實有提到的 就是說 他作為一個韓國人 怎樣是會認為 面對著外來那個入侵的時候 有些什麼的態度 應該是去處理 在這個部分 如果大家有興趣 就是可以找回我的願望 這一個章節 因此 其實他有另外一個說法 另外一個評價 對於他人生 有人會評價金狗 是這個 什麼 韓國版的孟德拉 那個說法 但是下場已經不幸很多 不幸很多 後來去到上海立盟政府 之後都有的意義者 叫做金元鳳 那袁鳳就直接覺得 主力是要跟共產黨合作 不論是中共或蘇共都好 我們不如先去兩幅圖 第三幅 一去到太平洋戰爭的時候 大家就看到那個 這個展報來的 其實這個是後來的展報 講回當年的往事的展報 這幅展報是1964年 是幾年 但他講回以前的事 後來流亡政府 跟國民政府抗核戰 一起去重慶 而在重慶 他後來就做了一個 韓國光復軍 但是那支光復軍的規模 就不太大 象徵意義多過真正的戰術 或者戰略意義 但其實另一件事 就是他做了地下電台 這個其實是這張照片 這個的報道是報道回當時的地下電台 報道回當年 他做了一個地下電台 有些人偷偷地聽短波收音機 但日本的賤兵隊發現 就抓了很多人 進去西大門營務所 其他博物館就說 這是其中一個日本人 迫害韓國人的事件 但其實你說這個展報 你還要寫到 附題寫VOA 這個應該是國民政府和美國的合作計劃 其實金狗流亡政府 跟蔣介石的關係很好 他經常去找蔣介石借兵 借錢借兵之類 借錢借兵 什麼都借 然後就是下一幅圖 這個其實是太平日戰爭 末期美國的CIA前身 叫作OS戰略情報局的計劃 他打算將這班韓國功復軍 接受游擊戰訓練 然後就秘密空降 或者用潛艇運送到他們 去朝鮮半島 試圖發動大規模起義 至乎用這種方法 來解放朝鮮半島 但是後來 這個是7月8月左右 抓了他的計劃 但不久就趕到長期援爆 然後日本就投降 就沒有實行到 但是去到這個層次的合作 我懷疑這個是李承晚後面的拉線 李承晚一直都在美國那邊 他很容易跟美國那邊的官員碰到面 但是這方面 這些隱約大了 看到金狗和李承晚之間的政治線在哪裡 但你以為這個背景其實是很偶然的 你在1940年代 1940年突然間的前後 其實短短三四年的變化 是由太平洋戰爭突然間去到日本援爆 中間這個計劃其實是寫得很仔細的 是啊 我意思是 美國想著如何解放朝鮮半島 當時其實有個計劃是整個朝鮮半島 立了 是啊 按剛剛的方法 但是 你說到長期援爆 蘇聯立即對日本宣戰 是啊 結果他其實是直捲整個東三省加上朝鮮半島 你可以說一件事 當時蘇聯的 其實他剛剛出兵的時間 是非常之有一個計劃很準的 他是講到原爆之後那天就立即開戰 講到原爆之後那天就立即開戰 還要一拿的就是拿了這個包刊 是 那你沒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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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金日庭這傢伙 其實在流亡的愛國志士的圈子裡面 是no body 沒錯 根本他是一個切頭切尾的蘇聯法女 然後又冷手撿個熱門 你甚至說左傾的愛國志士 剛才那個金元鳳的名氣大了他 而金元鳳後來就是 直接投奔了北韓 他開頭是政府耀元 但是下場就很悲慘 結果被金日庭清算了 去到50年代那時候 去到50年代那時候 即是說你親中 即是他扣的帽子就是事大主義 不是 但是也是因為這段背景 今天就在北韓那裡 就是因為蘇聯的支持 扶持 扶持 成為北韓的領導人 而這條美國的線和國民政府的線 去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和韓戰之間那段時間 就知道了 即是金狗和李承晚之爭 其實勝負是不需要看的了 因為那時候打國共內戰 蔣介石是沒有空去招式悶讀的東西 那你金狗的後台不夠你整晚 結果他的權力鬥爭就輸了 我呢 我有看過 特別是阿近你剛才看到的那一段 因為這段是說在1945年之前 蘇聯如何扶持 但是另外 我看到這一本書是台灣的一個研究 叫東亞威權政體的轉型 裡面有比較台灣和南韓的政體轉型 其中有一段有說到 美國當二戰末期 日本開始撤出 還未完全撤出朝鮮半島 那一刻 其實本來那一刻 那一刻 其實有一些 本身在當地的韓國人 是想著自己做一個由韓國自 即用我們的說法 港人自行由韓人自韓 其實金狗是 其實上一集我們講過 這件事和平統一這件事搞不成 因為在聯合國開會談這件事 金日成是不同意搞聯合政府 而金狗他覺得 不可以放棄這個希望 他是想去評價跟他談 所以為什麼這幾個人 或者背後實力的版圖 其實我們嘗試拼一拼出來 就是因為金狗這個人物 其實他是真的 是一個韓國國父的形象 金狗其實他是 民族主義高於親共或者反共 絕對 他覺得一定要統一 他不會認為國際形勢 對他有一個很大的作用 尤其當日本準備撤出的時候 那一刻他會認為 韓國應該成立一個所謂的 所謂的 韓國自發的建國運動 你可以這樣說 只是韓國人的建國運動 但是那一刻 就是毛利拉庚 剛好說 因為開羅會議 開羅會議的出現 那群同盟國人就會覺得 韓國應該讓他獨立 其實這個是蔣介石爭取的 這個是金狗叫他去開羅之前 千叮萬束一定要談 是啊 如果不是英文是不會理會 這件事 對蔣介石就在開羅會議 說了 歷登這件事一定要說 誰知道說完之後 四、三年說完 四、五年的時候 你沒想過蔣介石是怎麼回事 自己自古不下 自己應自不下 於是被蘇聯在那裡偷雞 就附入了金正日 金日成 金日成 然後在南韓那一天就沒辦法 那一刻 本來有些所謂韓國人 就打算在那裡建國 但是美國就說不是 考慮一下當時的國際形象 而另一邊 李成晚一早已經跟馬克勢搞好關係 沒錯 而馬克勢是一個很反共的人 他接受不了 朝鮮滿都會變成一個統一的聯合政府 是有共產黨員在那裡 後來到了四百年左右 整個大選 結果就是九成多的票數會贏了 但很明顯一定是出術的 因為金狗其實在韓國人的眼睛 那個地位是高過李成晚一點的 是的 而最後的韓子爆發前夕 金狗被人暗殺 金狗暗殺的還有一個說法 是李成晚去安排 是的,他親信殺他 李成晚有親信去暗殺他 金狗死了之後 韓國本國的建國運動 基本上已經沒有了所謂最大的龍頭 李成晚也知道 他當然選舉是贏了九成多的票 但那個是留的 知道如果他管得不好 一定金狗是絕對的反對派領袖 所以他才下反為強 從那一刻開始 即是我們說到1945年 韓國的1945年 由於時間的關係 其實後面還有很多事情 還可以說 不過要說李成晚最後的報應 沒錯 李成晚最後被南韓人民全國上街 迫到他下台 而最後取而代之 最後那個民人政府是搞不定 第二共和是搞不定 現在韓國人都只會說李成晚是第一任總統 是啊 但是我想覺得 我們在1945年停 因為中間又發生了一些事情 會出現 就是由於因為李成晚 其實都知道是造假的 其實大家都知道是造假 一上去的時候 大家有一個預期就是 那怎麼搞的 那毛利拉加去到50年代 他要不韓 按礙不住 然後打擊南韓 這個就是韓戰爆發內戰的背景 就是李成晚根本沒有能力 是在南韓完全管理自己 下一集應該都要講少少韓戰如何爆發 所以我們下一集回來再講韓戰 沒有辦法 講少少而已 但最後入直路都要講金泳三 就是金大宗和金泳三 暫時我們到這裡為止 因為韓文在旁邊一直在圈圈 我們待會的節目就是韓文採場 希望大家能夠多多支持 還有記住的就是 支持六號梁天琦 我們今天時間差不多下個星期四 同樣時間見過 然後集巴再見 拜拜